转天车道上又开来一辆改装好的1940年福特F100 比尔以为有同行来踢馆赶紧出门看看 一个老头走出来说我要改车 车主没有子女和老伴相依为命 日子过得比较寡淡 所以迷上了全国各地的皮卡改装赛 这车是从别人手里接过来的 只是各样子货 发动机已经老就动力不行 操控也是稀烂 而且还犯了改装最大的错误 整辆车都是改给别人的 只改了外观看起来不错 驾驶师则停留在五六十年以前 开车就像蹲着 年轻人开一天都受不了 何况是老爷子 然后最经典的来了 钢板弹簧让这车没有横向稳定能力 老爷子基本是蹲着开着摇摇车 带媳妇逛遍了美国 果然岁数越大越怕孤独 比尔决定把这车赶完美 让老爷子真正享受驾驶 车开上举声台检查底盘 发现除了后轮的钢板弹簧 前轮的悬挂也改装了 不过是反向改装 家中的悬挂过于短小 这反而会加剧车身的摇晃 拧开底盘螺丝后车的前脸 就可以全部拆掉 机舱一览无余发动机已经是改过的 但老爷子想提一下动力 所以要换新的 拆下发动机后大火都惊呆了 这车最逆天的改装居然是油箱 这么小的油箱 原先的小排量发动机跑最多200公里 老爷子开着他从地广人西的德州出发 就这种续航 不管去哪个城市都得提前半个月出发 现在换个动力更强的发动机 老爷子得住在加油站 改装师抄起电锯 开始拆下有问题的部分 后桥的弹簧钢板带老式消音器的排气管和小油箱 底盘悬架基本拆空 然后着手加高后桥部分的悬架 为装空气悬挂做准备 焊好C字形框架按后中间用带弧度的钢管夹固 悬架变得比以前还结实 旧发动机过中了 所以发动机舱的固定部分已经开裂变形 切开连接以后还要重做新机舱部分的悬架 重新焊出更结实的横梁 接着再做整体的夹固 旧的全部切掉悬架打磨光滑 然后再槽钢内侧焊上后钢板做加强 最后打磨掉焊缝加固部分做好 接下来再焊出挂载的横梁做发动机的支撑 新发动机到货顺利掉装进机舱动力和操控的改造完成 接着按门板的形状用泡沫做好框架 在框架上贴好蒙皮 接着用麻布料做好装饰包裹 驾驶室内最简单的部分完成 另一边比尔正在查看驾驶室的地板 原汁原味的1940年车身又秀又薄 已经打了无数的补定 转向柱就固定在这样的地板上手一推就开始前后摇动 座包底下的线路乱七八糟用来当狗窝狗都不愿意 只能先重新布线让所有线路走一表盘 然后切掉朽乱的地板用整块钢板焊好 再用钢板弯折出弧形盖在变速箱上方焊好 地板加固后装上新的转向柱 比原来的角度更大离发动机舱更紧 所以前方有了更大的空间 接着改座椅想办法尽量让座椅靠后 前后多出来的空间会让坐姿变舒服很多 座椅本身也经过改装用更薄的材料做成直角一身 贴上高弹海绵切削出曲线 改装失试了是背后靠紧的情况下握住方向盘的手臂几乎是直的 腰部支撑更足开多久都不会太累 底盘的悬架已经重新上漆 发动机调节好喷上了车身一样的乘漆 装好装饰性面板整车完成 邀请劳两口进行买家秀 空气悬挂泻压后车体下沉的瞬间真是永远看不懂 老伴第一次看所以高兴地跳起来 发动机的管线都被包裹在不锈钢的装饰壳里 驾驶是变成了现代风格 上下车更方便不说开起来也不再憋屈 车主很满意爽快收获